又来了一张新显卡 哎呀 这个是6600XT AMD在ChinaJoy上发布的一个中端卡 说实话当时的风评并不是很好 因为这个卡的官方售价卖到了2999元 这个怎么看都是一个有点low的价格 不过我们也不能太武断地下这个结论 毕竟这个显卡到底如何 还得看它的性能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测试一下这张6600XT 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肯定就是GPU的规格了 这次6600XT给的规格说实话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它没有用6700XT上那颗中等大小的核心去做阉割 而是重新做了一颗小核心 哎 你像上一代的5600XT 那个是从5700XT上阉割下来的 其实性能差不了太多 但是这个6600XT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小核心完整32CU 核心面积只有237平方毫米 比这个3060还要再小上一大圈 可以说是非常的环保了 更环保的是它的显存位宽 6600XT只给了128位显存 这个3000元级的显卡享受1000元级的显存待遇 确实有点尴尬啊 所幸AMD在RDNA2上的看家本里Infinity Cache 也就是无线缓存 倒是没有落下 一定程度上也是弥补了显存位宽的不足吧 可是这个仅仅32Mbps的缓存大小也忒少了点吧 你的大哥6700XT可是整整96Mbps呢 你这才32Mbps 莫非这个6600XT是直接放弃了1080P以上的分辨率啊? 这个我是有点好奇啊 好在这个规格这么环保呢 这双显卡的最终功耗自然也是非常环保的 整卡额定160W 实际我们烤机也能跑到145W的功耗 确实比起6700XT来说是低了一大截了 甚至比3060还要低不少啊 这个7nm工艺加上小核心 我看干脆给这个显卡贴一个一级能效标识得了啊 另外随着6600XT的发布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比较意外的 就是PS5的GPU你们有可能知道是36CU的 所以我一直都以为桌面端也会出一个类似规格的显卡 36CU的显卡 之前我猜是6600XT 但是没有出现 这个6600XT直接给干到了更低一档去了 那么PS5的这个GPU就是独一无二的了 包括像Xbox也是 Series X的56CU阉割到52 也和任何桌面显卡规格都不相符 两台主机也都没有用无线缓存 应该说这次主机端和桌面端的GPU设计区分还是挺开的 上机之前先来介绍一下平台 卡我们用的是华术的卡 但是这张卡出厂频率高了几十赫兹 所以我给它降回去了 这样方便对比其他显卡 CPU用的是5800X 内存16G 3600 一上来我们先跑一个理论性能测试 3DMark Time Spy 再看一下啊 有一些用A卡的同学可能知道 最近A卡的驱动更新带来了非常大的性能提升 6700XT的Time Spy已经可以干翻3060Ti了 真的是又占了一次未来啊 不过我们这次测的6600XT表现只能说凑合吧 虽然说和3060Ti依然有非常大的差距 但是9654的图形分还是要比3060高一点的 Time Spy测的是DX12的传统光山化性能 如果是测光追的话 那又不太一样了 3DMark的光追特性测试 咱们这个6600XT是意料之中的 没法看啊 反正我觉得这个档次的显卡 又是张A卡 就真的别去考虑光追了 跑完跑分就该实测一些游戏了 首先我觉得最客观的游戏就是大表格2 大表格2在我们以往的显卡测试中 是从来不偏不倚的 6600XT这次测下来 也是在1080T下稍微强于3060的水平吧 大概是能跑到70帧左右全特效的性能 不过当分辨率上到2K之后 我们发现尽管6600XT还是领先3060的 但是两者的帧数差距就缩小到只有一帧了 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别了 所以跟我之前预料的一样 这个卡由于它128位的显存带宽太低了 所以还是只适合1080P分辨率吧 上到2K之后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瓶颈 而且大表格2最近是刚加入了N卡的DLSS 开了DLSS之后3060跑2K也能够全程60帧以上 所以实际玩的话 这个游戏6600XT现在还是不太占优的 接下来这个游戏就算是老N黑了 A卡地盘 刺客信条 英灵电 这个游戏在A卡上的优化每次都很神奇 这次的6600XT也不例外 1080P居然战胜了高一级的3060T 这个真的是太离谱了 可惜2K分辨率由于显存耐观瓶颈 性能有所下降但依然还是强于3060 第三个游戏通常也是对AMD比较友好 就是极限竞速的DLSS4 6700XT在这个游戏里反而是优势不算特别大 基本上都是稍逊于3060Ti的水平 但是这个6600XT的表现倒是不错 1080P可以跑到165帧 2K可以跑到133帧 跟6700XT的差距也拉得不是很大吧 4K分辨率虽然说它被3060追近了 但仍然可以跑到84帧 哎呀 4K中端卡能跑80多帧 只能说这个游戏的优化太好了 希望今年的低频线5也可以延续这样的表现 不过AMD的好运轮到电竞游戏就不好说了 之前A卡在CSGO中的表现有多烂 相信大家也都有误共睹 主要是这个频率一直都上不去 但是现在我们再去测试 好像已经有所改善了 反正6700XT这个帧数跑CSGO的时候确实要比以前高了很多 虽然说1080P下低频的问题依然存在 图形负载不高的场景 这个6600XT一样是跑不到高频的 但是像风烟的时候 这种GPU负载上去的时候 频率还是上得来的 到了2K分辨率下 总体负载高起来了 性能就正常很多了 看出来A卡驱动这两个月确实改进了不少东西 A卡占未来 好吧 接下来我们就要测试一些支持光追的游戏了 这个就比较难看了 第一个游戏倒还好 生化危机8 这个游戏是AMD阵营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不开光追 A卡的优势倒是相当的大 1080P 178帧 挺吓人的 2K分辨率也可以跑到120帧 它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 但是一旦开启光追 那么A卡就要完蛋了 660XT的性能 比起3060 开了光追之后还要低不少 但是好在生化危机8 A卡这个游戏的以后化足够好 光追下还是能跑到60帧以上 如果说你只有1080P的屏 那么这个光追还算是可用 而且生化危机8作为AMD阵营的游戏 还支持FSR 你看了FSR之后 2K开光追 咱们也能跑到60多帧吧 我只是说像这种优化又好 又紧跟最新技术的游戏 那永远是我们最乐意看到的 你怎么着都能玩得了 但是有些游戏它就不一定了 我说的就是赛博朋克2077 如果你是不开光追玩2077 那么6600XT跑1080P 最高特效还是能跑动的 能有个72帧吧 2K分辨率就比较困难了 最高特效只能跑到41帧 哎呀 已经打不过3060了 然而 当你开启光追之后 那对A卡真的是虐杀呀 这个跑1080P只有19帧 跑2K也只有可怜的6帧 哎呀 跟这个N卡根本不能比 N卡这边3060T还能坚持在26帧 开启DLSS之后甚至能够接近60帧 可玩性上面讲 那是高下立判了 那我们测了最后一个游戏 依然是A卡的噩梦 就是这个控制Control 控制这个游戏 本来就对N卡比较的优化好 哪怕不开光追 600XT依然要在各种场合 都是输给3060的 如果开启光追 那么A卡的表现就是意料之中的 更加没脸看了 包括控制也是支持DLSS的 所以说N卡在这些又有光追 又有DLSS的游戏里 它的优势就非常大了 跑完游戏 我们最后还试了一下超频 你还别说 这个小核心还挺能折腾的 我们先用MPT把功耗限制拉到300W TTC限制全部往上加 然后把频率拉到最高2.8G以上 显存跑2100Mbps 最后Timespan提升了12% 这个超频幅度在现在的显卡里已经算是挺不错的 总的来说 这个6600XT的表现算是中规中矩吧 大多数游戏里的性能是介于3060和3060Ti之间的 光追就不用说了 那肯定是不太行的 以往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性能了 就可以通过价格分析出一个性价比 但是今年这个情况 你啥都分析不出来 因为它好不好完全取决于它有没有货 如果大家都按原价算 那么6600XT这个2999真的是智商检测 毕竟5600XT那会儿才2000不到呢 你这个甜品卡卖3000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接受不了吧 但现实就是 实际价格现在的3060恐怕也不止3000 所以这款卡要是2999真的有货 那好像还是要比3060靠谱一点的 但要我说呢 这个卡和3060这俩就是难兄难弟 要说规格 你不怎么样 它也不怎么样 现在乱世它能定这个价 但哪天行情走下来了 显卡价格正常了 那在我看来 它们也就只值个1999吧 好吧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本期视频 请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